對於民進黨的狠 可能很多跟他們交手過的 藍營委員都有感 比方說龍介仙的形容 他說過去八年 民進黨政府是大到無法無天 民進黨執政是吃蛇配狐血 那個蛇還是飯吃蛇 什麼都敢做 什麼毒啊 什麼辣的東西 對民進黨來說都是小菜一碟 因為民進黨狠起來是更狠的 我們看到前檢察官吳宗憲 現在也是我們的委員 他還講說民進黨 比他辦過的壞人都還要來得壞 他說誰反改革會喊得最大聲 就是怕被調查的人 他以前辦過的壞人無數 但是沒想到 他說真的來到了立法院 見識到什麼叫做比壞人更壞 真的是這個大開眼界 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這個林世傑的事情 因為他的命案陷入了焦灼 現在警方在追查兩位車主 因為他鎖定槍手 棄製的第二輛權力車主 但是車主也因為 炸氣通氣已經潛逃出境了 另外查出第三輛逃逸用的機車 是來自於列書交易 而且買車的人疑似是用假名來購車 現在正在擴大調查 那警方掌握到說 這個女子在臉書上出面 恰購第二跟第三部的這個作案車輛 但是接恰的卻是一名男性 而且不是採一般面交的方式 是叫脫掉車來取車 所以他們覺得疑點重重啊 那現在他們還有一個方向 就讓大家覺得很怪異 他們說這個林世傑的心腹 可能是牽累他的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他這個心腹去當 詐騙集團的首腦 所以他們說就是這一位阿川 就是林姓男子 他綽號阿川 不排除是因為他惹了糾紛 釀物殺 就是說人家本來要尋仇 是要找阿川的 結果把林世傑認成了阿川 那有道上兄弟說 這相關謠言 講說阿川涉入了利益糾紛 所以引發殺機聽起來很合理 但我們聽起來都覺得這合理嗎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才講嗎 前幾天嘛 才講說這個槍手已經是籌劃半年 籌劃半年你搞不清楚 到底誰是阿川 誰是林世傑嗎 這說不通吧 那為什麼他們反而會告訴我們說 自己講完這 這很合理 這讓大家覺得更奇妙了 再來殺了林世傑之後呢 十分鐘之後燒車 槍手這個計畫非常縮密啊 這不是之前的相關的報導嗎 這麼縮密的計畫 但是在最後一刻把林世傑跟阿川 傻傻分不清楚 這你覺得能夠說服你嗎 那所以這說法有點矛盾 那再來現在民進黨 南北兩大案 這南就是林世傑的案子 北就是鄭文燦的事情 那都跟民進黨有關 也分別涉及了執政者 對於財團和地方勢力的利益分配 顯示出來民進黨 它的核心就是新黑金體系 已經悄然成型了嘛 我們不要說別的 我們光看這個T-Park 在上週這個剛推出來的 六都黑金政治相關的 網路聲量調查 前兩名不遑多讓就是 我們南台灣這兩都 台南跟高雄 跟這個黑金政治相關的 就是分居前兩名 而且第一名還是第二名的兩倍之多 就是台南啊 台南有23萬則跟黑金治安相關的話題 所以難辭其咎啊 這樣子怎麼會你們最得意的 這樣子你們的南台灣 你們的本命區 你們的這個票倉 竟然是沒有給人家相對的這種安定感 反而是黑金政治呢 那現在民進黨忙著2026大亂鬥 光是在高雄這邊 因為陳其邁已經兩日了嘛 那到底誰要來角逐 好像現在越來越多競爭者 要跟我們這個志恩姐來競爭一下 那我們看邱映營已經跳出來 她說會認真思考 朝這個方向邁進 有信心成為高雄隊長 那許志杰也講說 黨內優秀的人才背出 邱映營也是很優秀 但她自己也是朝這個方向來評估思考 那甚至還有這個黃潔也有這個呼聲 就說她很年輕啊 什麼如何如何的 賴瑞隆也有這樣的一個呼聲 所以感覺上面這個民進黨在高雄 就已經自己要先殺到刀刀見骨了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這個志恩姐 志恩姐怎麼看 我們先從民進黨是不是吃血 吃蛇配虎血開始 這個就要問謝榮介 為什麼用這麼強烈的一個字眼 不過我想她就是要凸顯出民進黨 真是人家其實阿霸到什麼都要吃 什麼都要赚 什麼都要貪 我想她最主要的目的在這個地方 的確鄭文燦她只是冰山一角 拿出七年前大家認為是最小的一個案 五百萬也還回去 這是最小最小的 後面要加幾個零 不知道 那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就看檢調 還有上層要她查到什麼地方 那台南當然是無庸置疑的 你看我終於 我覺得高雄終於把慶祭之都送給台南 我覺得還滿好的 那個殘南你看 現在已經不能叫88槍劫案了 應該加上99了 因為加上11槍 林士捷的11槍 加起來剛好是99好不好 再補一槍就是百槍了 那包括盧渣案還有包括光電 最主要是光電的利益太大了 當我們在討論這個研議的時候 每個人說你不要想了什麼 幫他想那麼多幹嘛 沒有研議才有辦法讓這個光電的 這個利益可以餅可以做得更大 那到目前為止很顯然沒有一個破案 特別是台南市市警局的局長都要退休了 你還沒有在他退休之前送他一個大禮 而且他信誓旦旦說立刻會破案 可是很顯然好像陷入了一個膠著 所以才有很多謠言事情 那你如果在這沒有辦出一兩個 給大家看到了我覺得對於賴清达來說 這個真是非常的傷 比鄭文燦還要傷 因為鄭文燦你可以跟他說他是貪 但是後面很多的政治的陰謀 很多時候大家都有不同的說法 可是台南是你自己本命 而且你的禮物詐案從你在當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有這樣的一個現況 你都撇都撇不掉 所以這個東西若你不讓它水落石出 給我們一兩個可以辦出來的方式的話 我覺得對於2026來年 台南是非常的危險的 那對高雄的選情 我都不認為任何人都是黑馬 因為這些人都是在地 誰也不服誰 你說林戴話要出來 邱映英可以不有活動嗎 那許志杰認為他跟這個 也是資深的委員 然後他跟陳吉邁又是熊中的同班同學 他當然有非常大的一個優勢點 那賴若榮又是花媽的嫡系 而且他自己準備的非常多 所以我只是覺得黑馬應該是 如果都不是這四個人 然後是空降出來的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自己也覺得 不過我個人認為 他們刀刀劍骨 但是民進黨已經不像 因為他們享受權力太久了 我不覺得他們會像過去一樣 黨內殺的刀刀劍骨 除外就會團結 從過去的屏東就是一個例子 屏東的這個周春敏那個案子裡面 他就是莊瑞雄跟宗嘉賓 輸了周春敏之後 你覺得在跟周春敏出來 選縣長的時候 他們有團結一致嗎 很顯然從票數 從很多方面來看不見得 這就是一個政黨 他全力享受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沒有人會為了團結為名 然後再像過去一樣 好像大家來共分利益 每個人都認為 他可以是利益的獨享者 在這樣的心態上 已經形成的狀況之下面 我覺得他們的初選是 非常的激烈的 因為他們認為 投過身就過了 但是這次的高雄市長的選舉 絕不會像他們所述的一樣 西瓜 選一個西瓜就會贏嗎 如果這個西瓜不夠甜的話 你還要吃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還有非常多的變數 好 請教明賢哥 其實包括龍蓋世的態度很好 所以他說吃眼鏡蛇 老虎血 這到底什麼台灣鯉魚 我是比較不曉得 不過過去大家在批評民進黨 甚至批評新潮流 怎麼最常講了 不論是柯文哲 或管宗敏校長都提過 民進黨是什麼 吃黨吃地吃台灣 什麼都吃什麼都貪污 就這個情況 所以你看 不論是八八槍極案 甚至光電案台南立揚 這個光電案 光圖立業者超過91億 這多龐大的一個數據 查清楚了嗎 只有起訴了一個 一個台南的金發局局長 然後沒有往上去查 就這樣子嗎 所以大家不相信 那你包括台南發生這麼多事情 那民進黨長期執政不用負責嗎 所以賴清德去年選黨主席的時候 去年初包括去台南 向黨員報告的時候 要求明代 要求賴清德市長 上來跟市民舉功道歉 然後賴清德還信誓旦旦的 講了一句說 檢調要延辦 辦到哪裡 該關就要關 那結果呢 後續還有發生 包括林士傑這槍擊命案 到底背後牽扯了多大的利益 是情殺 仇殺 還是後面牽扯很多土地開發 甚至其他利益查清楚 國人都在看 所以你不論說北部爆發了 鄭文燦的這個收費的案子 然後南部也有林士傑這案子 好像牽扯了民黨執政之後 甚至跟新潮流都脫離不了關係 我覺得這位民黨 從槍擊案之後黑槍 然後接下來黑金 英語約約這種 這種大家最擔心的黑金又來了 政商關係最綿密的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說賴清德不是去年 選黨主席宣誓 然後520就職之後又宣誓一次 結果這些事情都沒有解決 宣誓歸宣誓 好像宣誓都是假的 黑金這問題怎麼去解決 我覺得考驗了縣市長的未來 包括選舉 所以民黨有人很多人講說 民黨在台南提一顆大西瓜都能贏 好像說提個西瓜 然後就可以亂搞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包括在野黨當然要努力要爭氣 謝榮介包括很多我們的民代在台南 我覺得未來包括 牽動的新黨選舉的佈局 都可以值得努力 當然檢調怎麼去偵辦一回事 可是政治上的效應 還有包括未來的衝擊 選民都睜大眼睛在看 好 請教尚哥 我覺得台南當然從 升格由賴清德第一任市長 一直到現在為止 就是說台南的政經情勢 實在是複雜到一個程度 這麼複雜 很複雜 很複雜到一個程度 剛才就講到你說這麼多案件 然後這麼多案件裡面 不管是說盧渣案也好 被槍殺的林士傑也好 那又碰到了議長會選案 那議長會選案的競爭對手 又叫郭信良 郭信良也被起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常案說有時候在講說 雲林的光電前後議長 那你看現在台南前後議長 其實都有案在 那會選案 議長會選案現在是進入二審 二審 然後你又八八槍擊案 八十八槍等等 爐渣光電等等 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台南過去是民進黨動不動 就是碾壓國民黨的地方 立委也都是民進黨等等的 一個過程當中 大家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台南執政14年 我們常套一句話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好像在台南並不適用 因為沒有什麼品質保證的問題 這麼多的案件 當然這個案件裡面 當然要相對於鄭文燦而言 這個案件對賴清德的傷害程度 相對於高於鄭文燦 高於鄭文燦 因為鄭文燦的案件 在偵辦過程當中 賴清德還是副總統 所以他的副總統的權力 也我們都知道 經過2019年跟蔡英文的競爭之後 他幾乎是一個無聲 能躲在角落 盡量躲在角落的一個副總統 鄭文燦的案件 來至於到台南的案件 這兩個案件就如我剛剛說的 大家也在看 你們到底要辦到什麼程度 現階段最簡單的就是 偵辦小組一下 殺人凶手計畫縮密 一下什麼什麼什麼 話風轉來轉去 我不認為說是因為一個小弟或是什麼 因為道理很簡單 林世傑是當過台南市黨部的職位 他2018年是民進黨提名的議員參選人 落選特 他是黃偉哲任命的農產運銷的總經理 他是現在的台南區漁會總幹事 李市長 他女兒之前是黃偉哲的發言人 是現任的議員 現任的議員 在議長選舉過程當中 他是因為邱莉莉會選案 而也被偵辦的其中一個人 你看他的人脈的網絡過程當中 要知道殺這一個人 是絕對是政府裡面 裡面會列為重大案件的人 為勤殺 我覺得不太可能 你看那個計畫的詹密 然後是小弟惹的貨 我也不太相信 為小弟惹的貨我也不太相信 那唯一的思考點就是 代案件事 暴答答 那邊 我 我 腳